在山友去江陵湖四天三夜的圆梦之旅中 山友去的总干事建宏回忆着说 由登山的过程中进行学习成长 山友去其实最早的缘起 其实是我们自己几个好朋友 我们的会长他就是说一直在约我们爬山 那约我们爬山的过程 我们都觉得爬山其实没什么好玩 就是走一走走上去很累 很累走一走又走下来 这其实没什么好玩 后来就是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 觉得说你敢不敢明天跟我们去发山 我说好啊那我们好啊那就跟啊 就跟了第一次 排的时候很累 后来觉得蛮好玩的 后来大家默默的开始就问下礼拜要去哪里 然后慢慢走慢慢走 一路走来走来 就是开始会吸引我们旁边的朋友 我们就邀请他们一起来 那一起来我们其实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小 开始的时候其实团体很小那我们都是自己周边的朋友在玩那后来慢慢就会有一些同好一直进来那进来在几年前我们也开始尝试起先开始都是规划自己走的郊山路线然后高山百岳或者是比较难的中极山我们都是跟着商业团走过几次以后后来发现我们要自己有学习要成长的好觉得我们应该 应该要能够能够能够有更多的进步所以应该因为既然要能够有更多的进步我们就会开始学习比如说怎么看地图怎么带队怎么组织一个我们正常的山队好我们也走了一段时间那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刚好有一个有一个适当的机会就认识这一群市长朋友那有一次在活动的时候就有人提到说 他们也想爬山我说我们有一个山队好就大家一起来起先的时候也是有十几个市长朋友他们主动邀请我说能不能带他们当他们的领队或什么带他们走其实我们说可以但是原则上因为爬山这种运动它实际上不是观光旅游团它实际上都还是要靠自己的双脚自己在走那如果自己的双脚在走的话都要靠自己而导盲的技巧这部分我们都要开始慢慢摸起来 这边台东报导